就是说呢 这一条线它是完整的 不像 其实它是一条线 你看起来是 好像是四条线组成的 可是它实际上画出来是一条 连续的聚合线 那如果说我今天要做那个 比如说我今天要做偏移好了 假设我今天要把这个地方 比如说他需要几等份 这个地方假设说93.8要往上偏移的话 那你不能够直接 偏移 否则的话呢 他这个地方会整个都一起偏移了 所以要先怎么做哪一线动作呢 特别至于这边有个叫做 旧版的叫做炸开 新版的叫分解 反正就是把它怎么样 不过我觉得炸开是 就是否则翻译的不好 应该分解会比较好 因为炸开感觉好像在 炸一个什么东西 所以分解会比较合适 分解是说呢 本来是一条聚合线 把它分开来 你说一条聚合线把它炸开来 这个感觉如果出学子会搞不清楚 什么要炸开 是不是要埋炸弹 所以你分解之后的话呢 再选 你要分解的 点一下 按个空白键 那这个时候呢 你怎么知道有没有分解开来 有没有发现 游标放上去 它会是独立的四个线段 这个时候你再来做那个 偏移的话就OK 那我们先从那个偏移 比如说这条线 93.8 如果说今天这边要画 三等份的话 就往上要偏移多少 这边93.8对不对 然后要除以多少 除以 你不能用自己算 你不能算一算再偏移 这里的话呢 基本上 我们要画偏移 这边偏移 那这边的话偏移距离 其实 可以直接从这边做计算 一般的话是怎么算的 如果你打什么呢 93.8除以 3 有没有 就会是刚好去 但是特别注意 在CAD 有一个 一个问题说 他如果除 不能有小数点 那如果不能有小数点 要怎么办 其实很简单 就你怎么样 93.8除以多少 30 对啊就好了 就把他乘 小数点 几位就乘几位就好了 对不对 那你按Enter 就来再偏移就可以了 所以这边把他往这个地方 偏移过来 那偏移之后的话 你再把他偏移过来 就好了 偏移完成 两条线 不要简单 那再来的话 这边要把他偏移过来 那当然 我把他back Ctrl 自己一下 Ctrl 自己回去 那除了这个方法之外 教各位 第二个方法 如果你觉得在里面输入 有时候会出问题的话 第二种方法 偏移 那你要算的 有小数点的话 就是你可以用什么呢 其实我有时候会用这个方法 在上方会有个什么 计算机 有没有 好 感谢观看